男人一把夺过警察的配枪 对准头部没有丝毫犹豫按下班机 然而他并不会使用 才让警察奋力地阻止了这场自杀行动 他们所有人都告诉李 忘了放回挡火板并不是犯罪 可这场灾难已然成为了他的性魔 当天晚上他和朋友在家开了一场派对 等到散场里并没有喝得惊心 于是他就去往便利店再买些啤酒 出门前他往壁炉里加了两把柴 这一温暖的举动却成了恶魔的踏板 燃烧的仿无仿佛地狱的殿堂 李的妻子发疯一般嘶吼挣扎 因为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在烈火中受难 围观的人群后面是姗姗来吃抱着啤酒的李 他茫然 镇睛无助地看着这一切 忽闪的警灯像是在鞭塌他的内心 灰蒙蒙的清晨没有阳光 李安慰着悲伤过度的妻子 可妻子却是用力地把头撇了过去 不想再和他有任何关系一样 从杂乱的废墟中消防员爆出了李的孩子 他依旧不敢相信眼前的事情 购物袋里还装着孩子的鸟不湿 这里没有人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任何人 布什顿的雪好像能冰封他的大脑 每天只是机械班做着底层工作 帮老大爷修理疏通马桶 或者帮助老太太换灯号 给黑人女孩清扫卫生间 从来不计较能够收获多少做了多少 只要能够提醒他还在活着就行 面对蛮横无理刁难他的客户 李没有给出好脸色只管放出狠话 老板让他去给客户道歉 但李依然是一脸无所畏惧 没有事情能够撼动他 回到家里从不会开灯 因为灯光驱散不了他内心的阴霾 之后就谈坐在沙发上昏昏沉沉 说是一句姓氏走肉也不为过 可这天一个电话打破了他的寂静 医院说他的哥哥心脏病发作正在抢救 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情绪波动 一路上焦急地向蛮车斯特赶去 但即使这样李依旧试晚了一步 听到哥哥去世的消息后 李反而是平静了许多 在电梯里静静地和医生聊着天 静静地看着被推出来的哥哥 可知道触碰了必须还要冰冷的身体时 一直紧绷的李在也抑制不住 在亲吻过自己的哥哥后 如同鸡血般的填写各种手续 不知是什么力量还在支撑着这具身体 厉害有一项任务去接哥哥的儿子小帕 并且告诉他这一沉重的消息 此时小帕正在学校练习冰球 在看到自己叔叔倒来是好像就明白了什么 瞬间如着了魔一般扑到对手身上 教练来了就连同教练一起骂 整个冰球训练场好像很冷 让小帕冷静地接受了他的猜想 教练得知后联盟向小帕道歉 但小帕依旧像是平常一样和队友再见 在车上小帕甚至有些不愿意去见父亲 最后还是在里的逼迫中才下车 可见到父亲的第一眼 小帕就要转身逃离 到了很晚李和小帕才回到家 这时很多同学也过来安慰小帕 他们谈论着许多有趣的事情转移情绪 但小帕好像并不是很在意 李给他们点了披萨外卖 自己则是独坐在餐厅吃着东西 第二天律师和李商量着哥哥的遗住 但当看到哥哥让李成为小帕的监护人时 他连连摇头无法接受 因为他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照顾的人 即使哥哥留有一产给他 克里依旧觉得自己无法生人 并且遗产里的一艘船也引发了争执 小帕觉得应该留下那艘船 但李想要卖掉无力保养的船回波士顿 在安葬哥哥的意见上也不同意 李觉得春天在埋葬比较好 冬天的土地实在是太阴 但小帕就要现在埋葬了夫妻 处境相同的两人 心态却截然不同 经常孤身的李依旧阴暗沉门 反观小帕每天和朋友寻欢作乐 到女朋友家做客交谈内心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哥哥的葬礼如期举行 所有亲朋好友都来此哀悼 她低沉着眼皮和道场的人交谈 直到看见前妻也来到现场 如今已经和仙人丈夫怀上孩子 心如之水的她也有了一丝波澜 但还是没有任何表达 在拥抱过后前妻显得更加悲伤 李低垂的头更像是在忏悔 葬礼过后里和侄子讨论以后的生活 小帕明确表示自己不会离开曼车斯特 这里有她的朋友 有她熟悉的一切 暂时还理不清的是只能先搁置 小帕只是觉得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一直到这天晚上 看着冰箱里散落的动机肉时 一股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情绪突然袭来 李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她拼命地想要关上冰箱 却发现怎么也做不到 悲伤秘如潮海般袭来没有一点防备 仅仅是因为一盒冰冻的腺肌肉 让她联想到了冰箱里的父亲 这些天在内心溅起的壁垒 在一瞬间土崩瓦解 两个破碎的人聚在一起 这个冬天仿佛永远也过不完似的 李突然回出一圈打碎了玻璃 划伤的刺痛感让他感受到身体还在 这玩小帕告诉李 说自己可以去找妈妈 这样就不用你来当我的监护人了 可理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个提议 因为小帕的母亲整日寻欢作乐 更是在哥哥确诊心脏病的那天 小帕的妈妈如今已经在婚 虽然表面上母亲接纳了小帕 但是种种细节来看自己就像一个客人 令人窒息的尴尬扑面而来 并且很清晰地感受到了母亲先任丈夫的排斥 所以母亲这方面小帕选择了放弃 看到了小帕的失落之后 李决定买掉哥哥生前留下的枪支 买了一台游艇发动机给小帕 阳光照进船舱小帕又变得活跃 冬天的寒风吹过海面 但小帕依旧和女友开心的驾驶小船 李坐在后面看着这一幕 多年间久违地浮现出笑容 他和侄子相互抚平着彼此的伤痕 然而平静的生活 总是在不经意间就会发生转折 在一处拐角里和前妻偶遇 此时对方的孩子已经出生 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又无法避开 他们之间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 但那场大火好像又重新慢慢复燃 前妻的语气开始有些哽咽 面对一直无法走出的李他觉得有些亏对 However My heart was broken And its always going to be broken And I know yours is broken too But I don't have to carry I said things that You should fucking burn into hell 面对已经成家但情绪崩溃的前期 李已经在吉利的忍住杂乱的内心 仿佛他们都还处身于那场永不熄灭的大火 他们都无法替对方原谅自己 最终李在自己情绪也崩溃之前 选择了匆匆离开了这里 之后李一人来到了小酒馆 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的情绪 可就在转身离去时 一个男人不小心撞到了李 压抑又压抑的内心终于抑制不住 他一拳打在了男人脸上 对方的好友全都围了上来打向他 好像只有疼痛才能缓和心中的伤口 朋友就下他带回家包扎伤口 他自觉麻烦了人家就要掏出钱包 在朋友细心关照下 李像急了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对方抱着他的头安抚这里的情绪 那些回之不去又避之不及的伤痛 是任何纱布都无法治愈的 妻子对他的原谅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 因为李恐怕是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 他独自坐在沙发上沉睡过去 梦中的女儿将他唤醒 也只有梦中才能看到可爱灵动的孩子 突然间李惊醒过来 他这才发现灶台上的锅早已烧干 客厅处房到处浓烟四起 李在一次犯错确实被女儿救下 这下他彻底觉得无法照顾侄子了 于是就找到了朋友 请求他们来当监护人 晚上再次找到小帕聊天 把今后的安排都告诉了他 听说叔叔还是要回波士顿 小帕有些不解为何李不能留下来 多年来李第一次吐露出自己的内心 小帕没有再说什么 沉重的房间显得那么安静 安静到小帕微微的抽起声都那么清晰 李走过去抱住了小帕 两个破碎的人终于相拥 春意复苏大眼与天空和解 小小白翻语平静的水面和解 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和过去和解 窗外的职业探出嫩雅 李最终把一场转移给了朋友 土地慢慢变得松然可以下早 阴沉的天气 阴沉的念着道词 李和小帕站在一起静静聆听 他们一起走在回家的小路上 有一句每一句的闲聊 一颗网球也能弯得兴起 来到哥哥留下的船上 两人随着摇曳的海面吹掉 看起来一切似乎都好起来了 但一切似乎还在原地 在曼彻斯特的海边总是那么冷 影片中的天空是灰蒙蒙的 地面覆盖着哀哀白血 人与人之间的对白平淡间接 舒缓的配乐中透露出一丝伤感 故事中没有救赎也没有解脱 但是其中夹杂的细微阳光告诉大家 这世上有些痛楚终究无法痊愈 但至少生活还会透进些许光亮 通常极度的悲痛会被麻痹封锁 直到某件小事将其点破 无休止的难过全都涌上心头 那一瞬间的痛苦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 于是他人的拥抱他人的慰问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所以大家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了吗 电影本就是回荡在脑海中的一书 长片短节只为推荐一部电影 触碰原片才会体验一段人生